记者刘佩芬台北报道,今天就是母亲节。 乡兔剧女神曾关廷及妈妈王正竹,小蜜桃, 特别跟大家分享快速又简单的家常菜,公饱鸡丁。 料理过程中,关廷妈一直笑说, 这些年来,孩子工作繁忙,很少回家吃饭, 自己实在是很久没下厨了,都生疏了。 不过看关廷妈在备菜,处理食材的手法, 仍是饱到胃老,驾驶十足。 完成品也让许久未尝到妈妈手艺的关廷称赞不给。 请点开影音,欣赏曾关廷下厨的模样, 公饱鸡丁,食材,鸡胸肉300克, 切丁彩椒100克,花生,葱花结适量, 调味料,公饱鸡丁酱80克, 米酒20cc,酱油20cc。 本次示范份量均为2-3人份, 食材皆可于传统市场, 大型超市购得。 做法,一,鸡胸肉切丁后用酱油, 米酒腌渍5分钟。 起油锅,将鸡肉过油1分钟后捞起, 并将油粒掉。 二,另起油锅,下彩椒炒1分钟, 再放入鸡肉和公饱鸡丁酱一起拌炒 约2分钟至入味,即可起锅。 Tips 若想增加香气及辣度, 可再加入浅辣椒及花椒粒。 三,盛盘撒上花生, 葱花即可上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